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6号星期五 在讲正题之前先再说明一下 我前两天说过 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 每天的这个视频节目会轮流在两个频道上发布 一个是这个频道陈破空纵论天下 另一个是陈破空风云论坛 但是看来通知可能不及时 发现在陈破空纵论天下 同样发布的节目少则七八万 多则十几万二十万的观看 但是在陈破空风云论坛 同样是每天隔天发表的这个视频节目 只有几千人观看 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接到通知 所以再说一遍 另外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很多人定义了我的陈破空纵论天下 所以自动会接到通知 那么当你到陈破空风云剧场那个频道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顺便顺手在右上角点击一下订阅 这样你就会及时得到通知 就一旦有更新 这个频道有更新 你就会得到通知 那么陈破空风云论陈破空风云剧场 可以繁体制搜索 也可以简体制搜索 风云就是天上的风 天上的云 剧场就是这个大剧场 这种剧场 说说风云剧场 这四个字应该好记 陈破空风云剧场 比如说今天星期五 我在陈破空纵论天下发表这个视频 那明天你在这个频道上看不见 你就可以在陈破空风云剧场 看得见我星期六发表的这个节目 说最近一段时间大概都会这样 轮流在两个频道上发放 有什么不变的话 希望大家谅解 好我今天要讲的正题是习近平要出访了 这次他要到巴布兴几雷亚一个南亚国家 去出席今年度的APAC峰会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 顺带他要访问三个国家 就是巴布兴几雷亚文莱和菲律宾 这三个这个太平洋或者南亚的这些国家 那么这次不同寻常的时候 习近平以前出席APAC会议 中共方面的外交部发新闻 都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到十天发布新闻 这个公布他的访问行程 但是这次迟迟不发表行程 一直到出发前三天才发布行程 这个会是12号到18号 在巴布兴几雷亚的首都召开 那么这个习近平的访问是15号到这个出发了 要到21号一边出席这个会 然后访问这三个国家 提前三天才公布他的行程 非常不同寻常 跟以前很不一样 如何解读呢 那么现在各种解读都有 一个其实最重要的解读 表面上中方说 这几个国家是小国 尤其巴布兴几雷亚 七百多万人口的一个岛国 然后文莱是四十多万的人口的一个岛国 是小国说安保措施不够严密 或者不够强 暗示对习近平的安全有担心 所以就没有提前公布行程 到最后公布行程 但事实上 这种安全绝不是对外的 而是对内的问题 因为这些国家不存在 要危害习近平安全问题 不存在 一无仇二无恨 尽管文莱在南海也有主权之争 但不至于说来危害一个国家元首的安全 所以这个安全问题不是来自于国外 而是来自于国内 就党内政敌 国内党内政敌 对习近平的安全 人身安全构成的威胁 那么有人又会觉得奇怪了 那党内国内的政敌 不在国内搞 只能到国外去搞 这个猫腻就在这里 习近平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在国内党内 他觉得习家军的人马 掌握了要害要塞 自己比较有把握 但是到了国外 尤其这些小国反而没把握 因为越是小国 中共的这些势力不见得有那么强 大使馆领事馆 并不能够替代当地的政府的保安 所以习近平反而不放心了 觉得如果是中共党内的国内的政敌 去派出人潜伏在这些小国 这些安保比较疏漏的 或者不够严密的这些小国 巴不心挤雷亚或者是文莱的话 那么有可能借外国之地 甚至借外国人之手 对习近平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 说到底还是害怕政变 谋杀暗杀这些阴谋 这是习近平执政五六年来 一直不能摆脱的这个恶梦或者梦魇 说这才是他这次出访了 只提前三天才公布的原因 还是国内政治党内政治凶险 波涛汹涌所造成的 或者暗涛汹涌 所造成的一个险象还生 但是习近平这次到巴不心挤雷亚出席 APAC峰会了 他担心的还不止这个 他有更多担心的事情 比如其中一件事情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会去出席峰会 总统川普已经是没有出席这个峰会了 那么已经引起了纷纷议论 说川普是对亚洲不重视 其实不是对亚洲不重视 而是川普肯定是一个很忙 另有行程 再一个是有意派出副总统 应该说在月底跟习近平见面前有意避开 当然他还有很多别的考虑 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跟习近平会不会有互动 这成了一个疑问 因为就在前几天新加坡的东盟峰会上 传出一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到新加坡参加这个东盟峰会 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到了这个参加峰会 但是两人却没有交集 没有会谈 没有会见 跌破这个世人的眼镜 因为这两大国出来了 这两个领导人却没有任何的交集 那么有些报道标题就说 李克强受到冷落 受到了这个 冷淡 受到了彭斯的 因为彭斯自己说话 他说跟中方没有会见的安排 然后这外国记者也纷纷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华春莹被问得老火了 华春莹被问得老火了 就说你们自己去问问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是不是这个意思 认为没有安排会见就受到了冷落了 然后是排到一边了 边缘化了等等 所以他说你们自己去问问他 说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了 事实上就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淡 或者说彭斯根本不想跟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或者谈话这种概念 那么到了这个八步星几类 这个APAC峰会上 美国副总统彭斯跟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有没有互动 会不会会谈 会不会见面 目前不得而知 所以这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气氛如何 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到了月底的话 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 按道理在之前 中美双方的接触算是一个铺垫 那么这个如果说彭斯跟习近平见面那很正常 不见面倒不正常 如果举行一场会谈很正常 或者是闲聊几句 甚至不闲聊几句 那就显得不正常了 就相当冷淡了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为了预防这个 甚至说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 他的发言能代表美国政府吗 他这句话就好像问的是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说话能代表中国政府吗 总理李克强说话能代表中国政府吗 是何其荒谬之志 完全是没有达词之后的荒不择词的一顿胡说 然后习近平还要担心一个事情 担心的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委托了企业家张忠萌出席这个会议 那据说张忠萌可能跟各国领袖都有互动 而中共方面就高声警告了 好像警告各国领袖不得跟台湾领袖互动 然后台湾方面的发言就说 中国政府无权说三道四 无权干涉 说这个台湾是APEC亚太峰会的成员国组织者之一 成员之一 那么他的代表 总统代表去出席 当然跟各国领袖互动 说中共不得说三道四 所以如果说台湾的这位代表 这个蔡英文的委托的代表企业家张忠萌先生 如果跟其他国家的领袖互动 恐怕这个中共的玻璃心又碎了一地 受不了 想不开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想不通 可能是这个又会这个 闸闸糊糊 大喊大叫 说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担心 但习近平还有更值得担心的 那就是如何讲话 怎么讲话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习近平讲话成了一个问题 在任何场合都照着稿子照读 哪怕是跟这个前不久 跟香港特首见面 或者是素质 他都要照着稿子来读 跟对方谈话 有人以为他是生病了 有人又说他被党内架空了 有人又说他怕出错 甚至于跟日本首相安倍会谈 也是照着稿子一字一句的 读给安倍厅 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这么一点脱稿能力都没有了吗 那么另外在上海进博会上 还出了个洋相 习近平是这个发表主旨演讲 但也是照稿读 结果读到了这个说是疯狂宇宙 传遍天下 都以为说是crazy universe 疯狂的宇宙 以为他发表了新理论 结果是在成语 有几个成语 这个读了两次疯狂宇宙 然后才读到这个狂风咒语 就这个给他撰稿的 可能是故意高级黑 据国内有人介绍 党内有人给我们介绍说 说有的编辑 有的撰稿人就是高级黑 这种高级黑是自发的 说就是给习近平 或者其他领导人出洋相 在递稿子的时候 或者编辑的时候 故意出错 比如说一些党报 本来要说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 说成最后领导人 说并不是无心之作 说一种无所不在的高级黑 这种高级黑是对习近平政府走清路线 个人崇拜 开历史刀车 刀行李是极度不满的一个表现 所以习近平在进博会上这个讲话 传出疯狂宇宙的说法之后 可以说是只听到谐音的人 谐音的人都会是舆论大话 说有理由怀疑 逻辑的怀疑 这篇稿子出自于王沪宁所主办的这些单位 至少有可能是一种高级黑 或者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习近平在进博会讲话 两次讲到了疯狂宇宙之后 网友就给习近平加了很多的伟大 12个伟大乃至18个伟大 除了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等等以外 又来了个伟大的文学家 说是疯狂宇宙 这个发明人伟大的文学家 所以这个伟大的头衔是越来越多 18个都拦不住 那么另外习近平在八部星几雷亚 这个APEC会议肯定会讲话 说讲话的时候是不是照稿读 会不会读错 会不会又出了问题都很难说 但是形成对照的是 就中共总理李克强 在新加坡前年的新加坡峰会上 是说全程脱稿演讲 这是给人的感觉 这个李克强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有意给习近平难堪 意思就是说你照稿读 我来全程脱稿演讲 难道李克强就不怕功高正主吗 就不怕习近平心里不平衡 想不开吗 会想不通吗 所以李克强这个座位 确实让习近平更加难堪了 那么李克强这个座位 还有一个潜台词 一个潜台词就是 我才是北京大学 我是考上北京大学的 尽管后来研究生 是在职读研究生是混出来的 但是我本科北大是考进去的 那你习近平的清华大学 你是工农兵学员 那就根本不算混进去 那水平值相当于高中生 所以你后来的在职什么博士生 那也是跟我李克强混了 在职博士生一样 都是混出来的 假文凭假学历 也就是说在假文凭假学历中 李克强还有一样硬的 就是他北大的本科是硬的 跟这个习近平的清华的这个本科 或者三年次不能比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 当然还有一种解读说 李克强团派代表到党内的高层的改革派 而习近平的太子党代表到高层的保守派 说是目前的情况下 在这个党内的气氛上 改革派占上风 也就是说改革派比较相对说 比较得人心一点 而保守派不得人心 所以李克强才敢这么放开来干 放开的脱稿演讲 但这个脱稿演讲确实就是 让习近平倍感压力 这个难开 说的重一点就是功高正足 两人之间恐怕这个民争暗斗会加剧 这是习近平访问这边的情况 另外呢 说到这一点 这个关于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外交 现在又遇到这个新的问题 最新的消息 15个国家的驻中国的大使联名写信 给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要求他解释在新疆设置的所谓再教育营 也就是现代化的当代的集中营 21世纪的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的翻版 在新疆要再教育营 15国的大使就包括了像以加拿大牵头 加拿大欧洲的国家有欧盟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士 瑞典 芬兰 丹麦 比利时 挪威 甚至有爱沙尼亚 前苏联分出来的国家 爱沙尼亚 还有澳大利亚等等 总共是15国家写信 联名写信 但据说还有更多的国家可能会签名 到目前为止15国大使 联名给这个陈全国写信 要求他解释 因为新疆迫害人权 迫害维吾尔人 甚至还迫害哈萨克人 其他少数民族 登峰造极 用了纳粹德国集中营的方式来培训 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谴责 令人发指 所以这个成了一个国际上的大事件 现在中共领导人面对外国人领导人谈话 这个都成了一个跑不掉的话题 甚至日本这么温和的国家 不太提中国的人权 安倍访问中国都拿出了这个问题来谈 跟李克强跟习近平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关注新疆维吾尔人受迫害的问题 中共的反应是什么呢 中共的反应是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社评 号称说 意思就是说要新疆的稳定 也不愿取悦于西方 这完全是一个颠倒逻辑的解释 这个解释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中共压制人权 迫害维吾尔人或者哈萨克人 那就叫做得罪西方了 反过来如果在中国国内讲民主 讲自由讲人权 或者推行民主化 那就叫做取悦西方了 所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课题的这种一种心态 怨妇心态 西方也好 世界也好 各国的人关注中国人民的人权 关注这个维吾尔人 藏助人 哈萨克人的人权 那是对弱者的同情 那是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 起码的国际主义 最起码这种人权的关注 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个蓝色星球上 都是一家人 而中共是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好像中共的这个国内的做法是因果关系 如果中国要民主化 中国要实现宪政 本来是有利于中国人民 却说成是取悦西方 反过来迫害中国人民 从文革到大悦境到六四屠杀 到现在的各种迫害 居然 本身这种迫害和祸害是加注于中国人民的 包括对这些 P2P这些上访民众的镇压 都是加注于中国人民的苦难 却说成是宁愿不取悦西方 得罪西方 这不是得罪西方 是得罪中国人民 得罪全体中国人民 说到新疆的问题 汉人千万不要 汉人朋友千万不要大意以为跟自己无关 实际上在新疆中共所搞的那些迫害 最后都推广到了全国 比如说在新疆先搞的监控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 到处摄像头监控民众 最后就逐渐推广到全国 现在全国所范围内 都是号称有七亿多个摄像头 说整个13亿人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甚至什么脸部识别技术 所有的东西都用上了监控维稳 首先管的不是治安 管的是民众有没有批评政府 有没有这个机会示威游行这些举动 所以从新疆出来的 然后推广了全国 还有个刀具管制也是这样 先是在新疆有最严格的刀具管制 什么刀具实名制 还要磕二维码 甚至不准买刀 肉饭写菜铺的刀要用锁连锁起来 最后刀具管制逐渐推广到中国其他地方 以至于北京上海 也有什么大型活动 严格的刀具管制 居民连菜刀都不能买 净买菜刀一段时间 如果要买菜刀实名制 最后还要连二维码等等 所以新疆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事情 对维吾尔人的迫害 加注于维吾尔人的措施 迟早一天加注于汉人 就像今天中共在新疆搞集中营 国际社会估计最保守的估计 关押了80万 再宽泛一点的估计是200万 因为关押了维吾尔人 还有哈萨克人 还有其他民族 对他们进行所谓的再教育 就是集中营 集中营是限制自由 对这么庞大的人口限制自由 这个人口占到了新疆少数民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是非常震惊国际社会的一件事情 而这种事情发生在21世纪的 大多数国家都变成了民主国家 法治国家 文明国家的时候 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事情不排除会推广到全国 如果现在中共在高校收紧 全方位的收紧 镇压学生 镇压知识分子 不排除有一天 集中营制度推广到中国各省 而且中共把维吾尔人还转移到其他地方 甘肃 青海 东北等等 在10月22号之后 说是火车 是进不出 出的火车都要去载人 这是中共自己乌鲁木齐总战所发布的通知 那么后来得到的消息就是 把关押的维吾尔人转移到全国各地 分散关押 分散去监控 或者中共说法叫做分而自知 实际上是分而镇压 分散他们的力量 所以中共是这么解释的 《环球时报》这么解释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又是华大娘了 华春莹了 怎么解释呢 首先颠倒黑白 说新疆是一个开放的地区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整个新疆都是大监狱 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是铁门 到处都是监视门 都是安检门 整个新疆都被监控起来了 而且动不动就切断互联网 七五事件之后切断互联网将近一年 大半年的时间 简直罕见 但他一开口就说新疆是开放的地区 号称欢迎大家去 结果很多外国记者 外国政要 外国的人权人士却进不去 还欢迎大家去 另外他又说什么呢 说西方对中国的新疆问题抱有恶意和偏见 这也是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 国际社会关注新疆 关注中国人民也好 关注维吾尔人也好 谴责中共从过去的六四屠杀 到今天的破坏维吾尔人 藏族人 都是整个国际的善意 国际社会的善意 正是这种善意 才让中国人民的促进还有一点点外来的呼唤 外来的呼吁的这种改善 但中国把善意当成恶意 把这个常识当成偏见 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措施 不准人家学他们的语言 不准穿人家的服饰 不准有别人的宗教信仰 这才是真正的偏见 而把人家关键集中于 那是最大的恶意 天大的恶意 说中共自己充满了恶意和偏见 而遇到外人的关心 却说是恶意与偏见 就好像一个恶霸父亲暴打自己的孩子 如果有旁邻居来谴责他 觉得不应该那么做 他却倒过来谴责邻居有恶意和偏见 觉得干涉了他的家务事 所以中共的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华春莹还讲了什么呢 还理直气壮的问说 美国加拿大难道不是让人学英文吗 不是让少数民族学英文吗 意思就是说好像在新疆 他来比较强制推行汉语 不准人家学维吾尔语 把维吾尔语当成第二外语 甚至是逐言取缔 这种完全不能对比 他就不知道在美国加拿大这些民族国家 不仅你可以学英文 你可以学其他的 甚至平时的街道上 市场上 根据居民的分布都有不同的文字 地铁上 比如英文 像纽约的地铁 有英文 西班牙文 中文 韩文并列 他知道这个人口结构 甚至投票 选举 中期选举也好 总统大选也好 人家选票上都多种文字呈现 英文 西班牙文 中文 韩文等等 根据你地区的分布 有不同的文字 估计地方的人口 这个虽然这个像中国的韩文的并不在那么多 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人家都把中文韩文摆上 生怕 这些人不懂英文 有公民权 却不懂英文 所以给你一个中文的提示 所以华春莹这句话只能是骗中国人 骗骗骗中国人而已 然后对外国人是这个 这个愣操热讽 甚至说人家这个15国大使 驻中国大使超出了外交官的身份 那中共的外交官又如何呢 中共的外交官 以前有个驻英国的大使 叫什么姓刘的一个刘晓明吧 大概叫 动不动就跟人家去论战 跟人家在媒体上去论战 解释中共的这些迫害政策 西藏的 新疆的 各种到处去论战 又跟日本大使去挑战 吵架 那是不是符合外交官身份 更没有说中共的很多 驻外的大使也好 领事也好 大使馆的官员 领事馆的官员 甚至从事间谍活动 从事跟当地的留学生 亲共团体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不仅仅是超出了外交官的身份 超出了基本的国有国之间的界限 干涉他国内政 甚至在背后指挥行贿受贿等等 指挥一些暴力性的游行思维 去反对当地的一些信仰团体等等 都有这些 当时的纽约大使馆有个姓彭的 就在背后教唆 用暴力去对付在美国的法轮功学院等等 制造了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法拉盛事件 而这个姓彭的叫彭 彭什么玉 这个一个这个人 他的录音都被人家录下来了 所以这就是中共外交官的表现 那么现在居然说 别人的外交官超越了身份 所以这个华春莹这个鸟鸦切齿的这个讲法 就仿佛这个 我们如果说一般的理解还少了 说他是这个关起门来打孩子 这个不准外人 这个来这个批评或者说话 这才算是浅了 实际上华春莹的表现 让我们联想到满清末年的慈禧太后 站在金轮殿上大喊大叫对十一国宣战 华春莹这个表情和这些语言 什么恶意与偏见等等 几乎就是要对十五国宣战 对以加拿大为首的十五个民主国家宣战了 恨不得站上金轮殿自己当慈禧太后 然后宣布对加拿大宣战 对澳大利亚宣战 对英吉利宣战 对法兰西宣战 对德意志宣战 对十五国宣战 几乎要把慈禧太后的戏剧重复一遍 说这就是中共的嘴脸 说这个十五国大使写信 要求中共政治局委员 新疆省委屈委书记 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党委书记 陈全国的解释 这说明对维吾尔人迫害这件事情 进一步升级到了国际上不能忽视的高度 这件事情没完 不管在联合国还是在任何的人权组织 这件事都没完 而中共的迫害仍然在编本加厉的进行 不顾一切的进行 所以这件事情不会成为一个中国的内政 它会成为一个人类广泛关注的问题 上百万一两百万的人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仅仅因为思想 这个这个禁锢他们的思想 或者是禁锢他们的服饰或者是语言等等 叫做这样的这个 所以这是当代版的纳粹德国 当代版的希特勒 所以中共这个反过来的讲法 也是我想起毛泽东的一个话 不管是环球时报这个反过来的说法 取悦西方或者是华春莹这个说法 就是中共的宣传的调子就是这样 当年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一个事情 是在延安的时候 毛泽东跟当时的青年干部胡耀邦有个对话 他就他问胡耀邦问毛泽东什么叫政治 毛泽东问胡耀邦吧什么叫政治 胡耀邦讲一大堆 毛泽东刚简化说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 搞得多多的把这个用户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就简化 为什么叫军事 说胡耀邦又讲了一大堆 毛泽东又给他简化说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所以共产党的战略 然后又什么是宣传 胡耀邦又讲了一大堆毛泽东又不满 说宣传就是说我们自己好 说别人不好就叫宣传 把自己都说成是什么都好 别人都是不好 所以这个华春莹跟环球时报 胡锡进追究这个调子 说别人是恶意和偏见 说别人是超越了外交官身份 说别人是什么取悦 中共如果是要讲人权讲民主 就是取悦西方 实际上事情刚好相反 所以这是中共的宣传调子 只能够愚弄或者暂时愚弄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好在结束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再说几句 就近期出于技术上的考虑 我的节目会轮流发布在两个不同的youtube的油管的频道 一个是像陈破空中论天下 我今天在这里发表这个视频 但是明天星期六你在这里看不见视频的话 请你到陈破空风云剧场去看这个视频 最近几天都是这样轮流发放的 但是不巧的是我看到陈破空风云剧场那边 点击率只有几千 这边是数万 十几万 所以差距很大就说明很多人还不知道 那么请大家移步到那边观看 同时顺手点一下对陈破空风云剧场的订阅 那么点了一下订阅之后 这个更新消息就自动会发给你 所以这样你就不会错失 那么另外关于陈破空会员网站也有新的更新 像今天的节目的音频和文字稿都会同步的 音频会同步发布在这个会员网站上 文字稿也会发表出来 现在最新的文字稿都会每天整理出来 但这个陈破空会员网站还有其他发布 尤其要看很多人来信 说怎么看到我的书 在台湾香港比较难买 买进去之后就是禁书带不进去 那么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看我的各种作品 中南海后会学 假如中美开战 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等等等等 这些书籍都会分批分级的 或者是以连载的方式推出来 还有其他文学作品等等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订阅陈破空会员网站 感谢你的支持 好 那我们明天就在陈破空风云剧场另外一个频道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互相转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